最严重的是在美国 特别是中西部 现在已经面临15年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水患了 估计被淹没的面积将近有500万英目 也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气象预报还特别说了 包括爱荷华州跟伊利诺州 还会出现大雷雨 水患灾情可能会雪上加霜 来看看灾情的整理 事实上呢 在爱荷华州的农业损失 超过了800亿 那么在伊利诺州 已经有25000人必须撤离 而这三个州都因为密西西比河的水位上涨 泛滥成灾溃体 所以已经造成22个人丧生 5万公顷 就是刚才所提到的500万英亩 这个土地呢 已经成了一片汪洋 所以这边这个股仓 农业损失非常的严重 对整个的粮食危机 也会再增添各项的变数 气球几乎灭顶 房屋也只剩下屋顶 还露出水面 爱荷华州和伊利诺州的农田 是美国中部最富庶的古仓 古物和黄豆的产量 就占了全美国的三分之一 却因为大雨 造成密西西比河多处溃体而泛滥成灾 形成15年来最严重的水患 根据初步估计 淹水的面积可能高达500万英亩 而且今年之内 泡水的农田完全不可能耕种 甚至有专家评估 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这些农田才能够恢复生机 重新耕种 由于农作物生产量大减 包括乙醇等生殖燃料 还有淀粉食用油等日常用品的价格 也都全面大涨 白宫已经要求国会提供18亿美元紧急补助 而美国总统布希也计划 尽快前往灾情惨重的爱荷华州视察 切将预报爱荷华州案伊利诺州 星期四还将会有大雷雨 当地血患灾情可能会雪上加霜 大约新闻李渔芳编译 麻烦